大肆採購液化天然氣增加的儲備量也降低了價格 歐洲能源危機看似解除 殊不知更長期的威脅已經悄悄登門 液化天然氣的主要成分 甲烷 密度非常低 需要冷卻到攝氏-160度左右 體積縮小成1%之後由特殊船隻運送 上岸後還要再度氣化才能使用 洩漏只是其一 根據BBC報導 天然氣冷卻 運送 以及再氣化 能源消耗非常驚人 而氧化碳排放量 是管道來源天然氣整整10倍 如果歐洲2023年完全使用液化天然氣 取代俄羅斯天然氣 碳排量將比2021年增加3500萬噸 這麼大量的溫室氣體 相當於英國兩年內上路的車輛 暴增1600萬台 風狂採買 自然得大舉興建接收站 不難想像長年累月營運下來 碳排會加上多少筆 大愛新聞 秋凱文編譯 但是很容易然 我真的想要升降機 而是營運動展示 在河中央全身 突然間是營運動展示